然后呢 我们这个资料呢 我们要去把它去做数据分析 就必须要套用 我这套软体现有的 就是公式 或者是现有的套件 那因为 这个PowerPivot跟PowerView 没有装进来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去手动把它装进来 我是已经都装好了啦 那我现在要告诉你说 如何去装PowerPivot跟PowerView 好 那顺带附带提一下 如果啦 如果你这段没有听清楚 那后面是不是有很多东西都不用做了 可是我现在我想要跟你分享 就是说 就是你要善于应用知识库 知识库 例如说在我们的YouTube上面 有一个好心的人 就是我 就会有把PowerPivot PowerView怎么安装 就做好影片就放在那边 好 来 例如说 我现在就要到 这个一直挡在这边 好 我就直接到YouTube 就是 就是假设 假设当你今天 假设你问我问题呢 我可能也会告诉你说 其实你就可以到我的YouTube 然后去搜寻哪一部影片 好 这样可以了解吗 我也放了三千多部影片在这边 就是为了方便 节省我回答的时间 所以呢 这个Excel PowerPivot 的安装 好 如果 如果你想要看 我的教学 就在打 我的姓名 好 有看到吗 你 你如果打这个 一定都是我教了 好 我喜欢 就是 食物的教学 好 食物的教学 那个 理论 我会喜欢 我们把它落实在就是实作之中 否则我就不要教那个理论 好 你看 今天我们的内容 就是要教你这个 视觉化分析 所以在 而且是在以色谣里面做 好 因为大家电脑都有以色谣 你又不能随便乱安装一些 有的没有的软体 而且有些软体很贵 所以呢 你在以色谣里面做 这个大数据分析 我觉得还是有它的市场性跟价值 好 有空自己回去看 1分46秒就看完了 好了 我先最小话 那 你要学会方法 那 接下来我们来看 如何去安装 Power Pivot 跟Power View 第一 请点档案 那 也许你就会问 为什么在档案里 没错 因为 当你今天 那个 他争议级啊 就是外挂程式 外挂的一些档案 他会放在 跟档案有关系嘛 所以他放在档案底下 然后选项 选项 所谓选项就是 本来没有 可是 因为你这一次的特殊的需求 才变成有 这才叫选项嘛 好 那 接下来在这边 我要点 真一集 点真一集之后 请你仔细看 你这边应该都没有 我有 是因为我已经装了 好 Microsoft的Power Map Power Pivot Power View For Excel 好了 那 你因为还没有嘛 好 在哪里 在管理 管理 而且是 CALM 真一集 不是 以色谣真一集 对 如果可以的话 你去看我的什么 如何在以色谣中做检定 那个检定就是 以色谣真一集了 可是 我们现在的 这些都是小城市 小套件 不太一样 所以呢 他是写成一个 COM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点选 COM 真一集 然后执行 执行 要选 COM 真一集 执行 然后接下来 请把这三个打勾 请把这三个打勾勾 Microsoft Power Pivot Map for Excel Microsoft Power Pivot for Excel Microsoft Power View for Excel 然后点选 然后点选确定 就这么简单 但是 其实你只装好了 Power Pivot 如果你做完 做到这个动作 你这边 跑出来 好 这边 就会看到 Power Pivot 好